大家好,我是白胖碎碎念 今天给大家讲下唯一让慈禧太后怀孕的男宠 慈禧太后执晚清政权50年 期间发生的许多大事可谓路人皆知 慈禧在我们的印象中不外一个卖国者 阴谋家,狠毒而冰冷 但作为一个凡人来说 慈禧也有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有与平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七情六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思议 北京琉璃场有个叫张春普的情诗 以为人谈情虎口 他为人杠直且谱也 情继出神入化 在世大夫中口碑极好 慈禧闲来无事想学情 听到张春普的名声 就把他召入宫里谈情 据说谈情的地方在寝殿的西厢房 正屋有七大间 慈禧坐在最西边一间 距离西厢房很近 张春普在宣兆时就与太监约吼 不能跪着但必须坐着才可以谈好 太监一口许诺 所以不让他对着慈禧的面 西厢房摆着七八剧情 都是惊弦欲轴 极其华贵 张春普试诞都不合节拍 接着听到慈禧说 可将我平日所用的情取来 让他谈 太监奉命取来给张春普 张春普一落指 觉得声音十分清悦 连声称赞 好情好情 张春普谈了一首 稍作休息 忽然间有几个穿乳母衣服的人 携一个十岁左右的幼童过来 衣服极华美 幼童见了情 就用手指弯 张春普阻止说 这是老佛爷的东西 动不得 幼童瞪目看着他 旁边一个妇女 即责备张春普 你知道他是谁 老佛爷事事都议他 你敢拦他 你不打算要脑袋了 张春普不再说话 这天张春普出宫后 后来慈禧又宣兆 他宁死也不敢去了 张春普为人倦戒有智杰 因为贫穷在场寺为庸 而其情法持名于公卿间 慈禧那天曾命太监传语说 你好好用心供奉 将来为你那一关 在内务府差遣 不怕不富贵 但张春普自现那个幼童后 绝技不入宫 同辈问他 张春普说 此等龌龊富贵 我不羡慕 肃王听说张春普的名声 照他置府邸谈情 给他月奉三十斤 早来晚归 习以为常 张春普觉得 束缚不自由 欲摆脱 却没有好办法 一天黄昏下雨 肃王说 你别回去了 就住在这里吧 张春普不肯 肃王再三挽留 张春普说 四主不知我再此留宿 还以为我嫖娼呢 肃王大怒 将他驱逐出去 再也没有照他进府 张春普 欣欣然以为得计 有一个世家小姐 曾请张春普叫情 张春普后来 弹完一曲就走 连一口水都不沾唇 后来张春普 因倦戒而贫困死 其实婉卿容纳了许多 特立独行的奇人 张春普并不因为 不奉慈禧赵 或惹怒肃王 而招来杀身之祸 割到别的朝代 是不可想象的 光绪中叶以后 慈禧忽然移情于汉末 学画花卉 又学写书法 长写福寿等字 赐必性大臣 但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 就想找个代笔的妇人 于是降旨各省都府 留心寻觅 四川有关眷谋事 其夫在蜀地做官 死在任上 妙事公花鸟 会弹琴 小凯字写得楚楚清秀 于是被送入京里 慈禧召见面试后大喜 让他随在左右 朝夕不离 并免其跪拜 月奉二百金 又为他的儿子 捐内阁中书职位 妙事有时也做 应酬笔墨卖于场寺 其书画颇有风韵 自是之后 樊大臣家 有慈禧所赏的 花卉扇轴等物 都出自妙事的手笔 慈禧六十大寿的前几天 他忽然问妙事 满洲妇女的婚妆 你也见过了 我却没见过你们汉女结婚时 穿的是什么 妙事说 是凤冠侠配 慈禧说 庆祝那天 你要穿凤冠侠配 做我的陪兵 第二天妙事 买了凤冠侠配穿上 慈禧大笑不可一指 说像戏剧中的某人 到了慈禧大寿那天 众满足妇女入宫 看见妙事的服装 无不大笑失声 慈禧当天十分高兴 而妙事被束缚在凤冠侠配里 整整占了一天 苦不堪言 估计她下辈子 再也不想穿什么倒霉的 凤冠侠配了 慈禧太后有男宠 若武则天之 与薛怀裔 张昌宗那样 清代文庭市 文辰偶记 云 光绪八年的春天 琉璃厂有一位 姓白的卖古董商 经李莲英介绍得姓于慈禧 当时慈禧46岁 白某在宫里住了 一个多月以后 被放出 不久 慈禧怀孕 慈禧太后得知大怒 赵礼部大臣 问废后之礼 礼部大臣说 此事不可为 愿我太后明哲保身 当夜慈安猝死 另有野史记载 慈禧好吃汤卧果 每日早晨派人去宫门口 买四枚汤卧果 由金华饭馆的伙计派人送来 金华饭馆 有一个姓氏的年轻伙计 他长得玉树临风 宜容俊美 石某与李连英混熟了 经常被李连英带到宫里去玩 有一天 慈禧忽然发现 李连英旁边站着个俊美的少年 便问李连英那是谁 李连英十分害怕 因为带外人入宫 严重违反宫禁 但又不敢撒谎 只得如实禀告 慈禧没有表现出生气 反而有些兴奋 将石某留在宫内昼夜宣吟 一年后生下光绪 慈禧不敢养在宫中 命纯亲王代为养育 接着将石某灭口 光绪比同志低一倍 慈禧违反栗子不利地的常规 或许因为光绪是他的亲生儿子 慈禧和太监安德海 李连英有私的传闻 在史书中查询不到足够的证据 李连英在入宫前 因为生活落魄 曾私犯萧黄 外号皮萧李 后犯萧黄被抓入狱 出狱后以补鞋为生 好友沈蓝遇见他可怜 将他引进宫里当了太监 李连英素有毕小李之美誉 以一手漂亮的书头功夫 得到那拉式的赏识 她的值班房离 西太后住所不远 有时太后到她屋里看一下 李便把慈禧坐过的八张椅子 全部包上黄布 西太后果然称许她忠诚细心 对她愈加信任 康熙末年规定 太监品质最高为五品 最低者八品 乾隆七年改为不得超过四品 勇为定力 慈禧执政时 打破组织 赏李连英为二品 多年来 慈禧对李连英宠卷不衰 二人常在一起并做听戏 凡李连英喜欢吃的东西 慈禧多在善事中为他留下来 李连英为人极为聪明 善解人意 对待其他人也比较和善 不如安德海那样气焰嚣张 所以能够得到善终 但安德海 李连英与慈禧之间的爱美即使有 也不可能发生切实的关系 因为若他俩没进身前进 是假太监 这事是瞒不了所有人的 在清朝对太监的检查尤其严格 当太监后 隔年还得接受慎行私验身 公元1861年 咸丰皇帝驾崩热河 让年仅26岁的慈禧 青春鼎盛之时便守了寡 但是 他却母依子贵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心有政变 从而走向他政治生命的巅峰 成为垂帘听政47年的大清王朝的皇太后 然而 慈禧作为一位妻子 他青年丧夫 作为一位母亲 他中年丧子 虽然 他拥有至上的权利 使无数王公大臣 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 却无法得到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男欢女爱 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的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夕 寒衣弄孙的幸福 人们很难想象 这位寡居的皇太后 是如何在被高高宫墙所围住的进宫中 孤独地度过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当然 慈禧毕竟是慈禧 她既然有能力登上权力的高峰 就有办法度过长达47年的孤独和寂寞 其实 慈禧的寂寞 早在咸丰逃到热河之时 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咸丰纵情声色 迷恋新欢 致使慈禧失宠于龙床之上 慈禧寂寞无聊 便练习绘画 很有成绩 以至后来当权之时 竟以其绘画当高级礼品赐给大臣 他的蓝竹画得很好 草书也写得不错 这些都得益于失宠期间的修炼 并不是 她对自己的后半生 胸有成竹 一意打算后来的弄权善政 其实在失宠期间 她的心情黯淡已极 曾对左右心腹说 她的后半生 就靠画画打发生涯了 咸丰死前 对慈禧还是有所防备的 曾照孝珍皇后 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说 那拉氏绝不可信 如遇大事 由你决断 彼果安分无过 自当始终取权恩礼 若其施行张者 如即可召集庭臣 将阵辞职宣誓 立即赐死 以度后患 但是孝珍为人柔弱寡断 完全不具备制约慈禧的手腕 新有政变之后 慈禧母依子贵 与慈安太后 共同垂帘听证 此时慈安的地位 尊重在慈禧之上 但无真正视权 只有感叹忧伤而已 慈安一是简朴 亦如寒素 世事退让 而慈禧则奢靡成性 且洗着戏装 太监安德海 乘机攫取巨力 怂恿慈禧搭建戏园 广征南北明陵 安德海的怂恿 正中慈禧下怀 慈禧便命安德海 立即办理此事 已渡过长夜寂寞 同志皇帝驾崩后 本来慈安等人 预立公亲王之子 来继同志留下的空位 但慈禧主义他的侄子 纯卿王之子宰田 即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纪律 慈禧权力达到顶峰 光绪六年 东陵至继 慈禧不顾礼仪 跑到前面和慈安并驾 慈安斥之 以为咸丰帝在世时 笔本不过一嫔妃 乃在寝陵之地 仇人广众之前 历生争执起来 第二年 慈安碾过某殿 慈禧手下的总管太监李莲英 正在玩猎鹰 对慈安过来 根本置若罔闻 慈安大怒 经不住说 二百年祖训安在 敬拜于数子之首 慈安找慈禧理论 慈禧竟扭头不顾 一身轻蔑 慈禧寂寞无聊 成天和戏子谈天 艳乐 或则称病不适朝 慈安忍让大度 有事乃屈尊前往慈禧住处就伤 一天去得很早 慈禧猝不及防 事欲接触不易 慈安亦咬手进雾声 将旅寝室 莲目沉沉 似闻气息 如辱心 记入 慈禧横卧踏上 一男子四灵人服装者 为之俯夫垂腰 一身辖蟹 慈安本不易怒 致是不觉义愤填膺 慈禧被抓了现场 当下府地叩首 痛哭流涕 表示痛改前非 慈安当下 将灵人赐死 此事是这个被赐死的 惊姓灵人的后代泄露 慈安以为此事 他不处理慈禧 慈禧当感恩戴德 而慈禧杀鸡已废 只阳装平静 慈安本喜小十点心 慈禧窥之在心 乃拖延民间贡献精美食品 求太后品尝 方石碧 恰直召见军机之妻 岁初作朝 觐见者为公卿王毅 暗杀慈安 恐人疑己 慈禧又伪造慈安遗诏 唯妙唯孝地模仿慈安的口吻 把话扯远 巧妙撇清 慈禧一见女流 颠倒人际关系 城府深不可测 他朝廷对大元 尤其是身边的近臣 往往先放纵其前坏事 将其把柄捏在手中 加以威胁 旨在从精神上打垮 让其感到绝望 然后再予以宽大营救 此时大元只有感恩戴德 为其前驱 利用人性的弱点 把人玩于掌骨之间 慈禧的这套魔术手法 可谓玩得如火纯青 慈安去世后 慈禧肆无忌惮 李连英由书头坊 禁为后宫总管 权倾朝野 迎思纳会 无恶不作 就是张应环这样的大元 也要在他面前低头 当李连英四十生日的时候 慈禧赐给他的珍品 蟒断 福寿自等 竟和大元同等规格 内自军机 外自都府 无不有庆祝之礼 脏丝之机 以千万计 孝清厚俗后 摄政王仔风 亦闲齐续 而思所以觉知 不亦又为龙玉后所避 足不能遂 代其病足 世中之典 等于元勋 罪服于安德海 而结果大意 亦有幸有不幸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